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老爷子 当初我们老爷在世 把美方嫁过来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 说侍贤永远不会辜负美方 不纳妾 对感情忠诚 现在呢 算了 那行啊 我把美方跟如瓶都带走 省得你以后啊 把外面的私生子带回来 还要烦恼 把如瓶跟美方往哪儿塞啊 我 这个孩子啊 是如瓶的救命恩人 我当然要一并带走了 亲家母 你怎么这么说呢 天底下只有做丈夫的修妻 而你是让做妻子的修夫是吧 这还有伦常吗 亲家母啊 真是对不住啊 咱们家的轮常跟你们的不太一样 我们家的轮常啊 是夫妻啊互敬互爱 如果做不到 谁修了谁都一样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那也行 你叫侍贤啊写一封修书 我笑着接受 这样可有伦常了吧 这 好了好了 亲家母 美方啊 她贤惠 事先也没有贤过她 就再说小两口 偶尔闹闹变得潮潮嘴 是很正常的 这何自于修书啊 你们就光只是想着 要把孩子啊 接回来继承香火 有没有想过美方跟如瓶的心情啊 你要他们两个受这么大的委屈 我绝不会同意的 妈 你就别再胡闹了 我跟侍贤的感情好得很 而且侍贤也很疼如瓶的 这几年 侍贤一直没有去外头找那两个孩子 他跟我说让底下的人去找 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算了 这说明侍贤心里面 还是很在乎我和如瓶的 是啊 亲家母 美方说得一点都没错 她和我们侍贤啊 感情一向都很好 那新来的小妾呢 你又该怎么安排 妾 哪有什么妾啊 你别胡思乱想了 老爷 什么事 叶副总经理已经醒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可以和亲友会面了 哦 我们去看看她 美方 咱们也去 妈 我就不去了 如瓶受了点惊吓 还躺着呢 我还是留下来照顾如瓶吧 伟文 我过两天再去看她 那我跟你们去 好 请 媛媛 媛媛 谢谢你救了如瓶 太谢谢你了 媛媛 怎么了 没事 媛媛 对了 过几天我先生就要回来了 他这个人呢 最讨厌别人手脚不干净 家你们以前做过扒手的事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要不然他会很讨厌你的 另外 你也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你的真名字 要不然 他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 听到了什么的话 便一定会把你送进警察局的 知道吗 媛媛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没事 这样吧 反正如瓶也要休息几天 你也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等如瓶好了我再过去找你 谢谢你救了如瓶 只要你别让世贤知道你的身份 你早点看破 带着小姐离开这里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姐弟的 原来爸爸就是这家的寿命 原来爸爸就是这家的寿命 就是如瓶相见的爸爸 我跟世贤的感情好得很 而且世贤也很疼如瓶的 这几年 世贤一直没有去外头找那两个孩子 他跟我说让底下的人去找 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算了 小军 小军 你爸爸他 他很爱我们 我相信 他随时随地 都会记挂着我们 小军 你一定要答应妈妈 好好地窗户小姐 等爸爸回来好不好 我 没有 有 无 妈妈 你骗我 你骗我 爸爸根本不爱我们 早就把我们忘记了 你骗我 夫人 卫文啊 你的伤怎么样 有没有事啊 没事 夫人您放心吧 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美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郑家养着这么多人 全跟傻子一样站在门口 只有你为了救人 连命都不要了 卫文 你不知道我心里面 多感激你啊 夫人 别这么说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卫文啊 那天 你怎么会去家里的 还刚巧赶上这场火 老爷 我那天呢 正好想解释账目的问题 看到了一片混乱 也没想多少 就冲进去了 哎 你这个人怎么疑心病这么重啊 卫文能及时赶过来 那是美方命不该绝啊 难不成 你怀疑火是他放的 美方为了配合他 出镜火场 他还把自己的腿给弄断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不明白 美方跟如瓶怎么会跑到柴坊里去 美方不是说了吗 他是去找如瓶 如瓶跟那个叫什么圆圆的 在柴坊里玩 小孩子嘛 玩游戏 哪挑什么地方跟身份的 哪像有些人 连说个话也要看身份配不配 美方和卫文是青梅竹马 他们只不过约在外面说个话 这就叫不成体统啊 对不对 卫文啊 你就安心养伤 什么账的问题啊 别烦心 我来处理 是 夫人 夫人 给您添麻烦了 也怪我自作聪明 想为洋行省点税 弄错了账 才造成如此大的麻烦 那些事就算了 这回你救了美方和如瓶 我们镇家欠了你一份情 老爷 那等我伤好以后 可以回洋行上班了吗 洋行先让事先管着 你好好养伤 事先以后再说吧 是啊 卫文 你别啊满脑子都是工作 先把伤养好再说啊 郑老爷 郑老爷 你还是对我不信任 如果我不能回洋行 就不能替美方雇家产了 看来只有夫人可以帮我了 还是不信任 他怎么还不信任 我还不信任 我还不信任 袭浪 我还不信任 结束了 我还不信任 姐姐 你再看爸爸和妈妈的合照呀 我也要看 没什么好看的 我要看嘛 姐姐 不知道我们长得像妈妈 还是像爸爸呀 应该都不像 小时候都没有人说我们长得像妈妈 那我们就应该像爸爸吧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爸爸的时候 爸爸应该马上就能认出我们的 那不一定 说不定他根本就认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 没为什么啦 都这么久没有见过面 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呢 好啦 把照片收起来了 哎呀 收在我这里嘛 我也想尝尝看到爸爸 姐姐 我今天去外面 问人家知不知道证据 他们说 最大的证据 就在几条街外 说不定就是你去做事的那一家 如果是的话 那说不定真的是爸爸家 这样我们就会遇到爸爸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现在去做事的那家 那家只是刚好姓正 和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呀 我就知道没那么好运 真的呀 不知道爸爸人在哪儿 搞不好政绩也不在福州 就跟何老板说的一样 会不会搬去南洋了 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惨了 还要去南洋找爸爸 好远啊 我要多练习吹口琴 这样我们动身以后 才有办法表演赚钱 好远啊 怎么会去南洋 不管哪儿 这样我们会来 走 好远啊 这些澳门 我好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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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你呢 不管怎么样 那个人 在哪儿 都存在那儿 有什么远子 这只鸡啊 外婆啥给你们吃 要不会被你们舅妈给卖了 或者会被阿翁糟蹋了 来快吃快吃 来来 吃来快 外婆你也吃啊 外婆看着你们吃啊 比什么都高兴 外婆 您的被子呢 妈妈说过 受了风寒一定要盖被子 不可以再着凉 不用了 外婆觉得很热 不用盖被子 外婆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被子 给我们盖呢 冬天快要来了 你这样快冷死的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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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君 还没睡啊 再给外婆绣头巾呢 绣得真好啊 你爸爸要知道 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该多高兴啊 怎么了 杨师傅 是啊 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想哭的时候就哭吧 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 杨师傅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先不要告诉小姐好不好 嗯 我 我找到爸爸了 他是郑家的少爷 他已经娶了新的太太有了小孩 他根本就是故意不回来找我们 我妈妈每天都在等我爸爸 常常带我们去港口边等他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我好气 好不甘心 为什么爸爸不要妈妈 不要我们了 为什么 你见到你爸爸了 他 他去外地了 还没回来 哦 是这样 那你就要保持冷静啊 不要被眼前看到的事情所迷惑了 也许 你爸爸有什么苦衷 也许有什么 你还不知道的不能说的真相 所以你要等把事情弄清楚了 再下评断呢 但是他真的娶了新太太了呀 那你也要弄明白 为什么呀 就算你爸爸 真的那么没良心 你也要让他知道 你们来找过他 那我还要去郑家做事啊 那我为什么不想看到他们 这点事你就做得不好了 那怎么照顾小杰啊 别忘了 你们的妈妈 还在天上看着呢 你要坚强 别让你们的妈妈失望了 美方啊 嗯 你真的 不离开郑家几天啊 妈可是要赶着去上海 那儿的朋友约得急 你就陪我离开这里 带着如瓶去上海 开开眼界 说不定 你回来以后啊 就瞧不上世贤了 这种小地方 谁稀罕 妈 我真的没事 我跟世贤好得很呢 好得很 世贤啊 三番两次离家出走 到外面去找那个女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还不死心 我已经告诉世贤 那个高树华已经过世了 世贤只是想把那两个孩子找回来 并没有对我不忠 都已经闹成这样了 你还替他说话 美方啊 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的 世贤啊 要是敢娶妾 我立马带着你 和如瓶回美国去 妈 我自己的婚姻问题 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 好吗 好好好 算了 我不管了 到时候你别哭着 跑回来找我 好啊 算了算了 谁叫我是你妈呢 你几时想回来就回来吧 只要你高兴就好 妈 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不是 宝贝 如果你要是哪儿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妈妈啊 嗯 妈妈我不要背书嘛 我不喜欢背书 好 那就不背了 等病好了咱们再背书好不好 妈妈我要玩娃娃 这不是有娃娃了吗 我要更多的娃娃 小坏蛋 等你病好了以后 妈妈一定给你买更多的娃娃 好不好 嗯 吃一口吧好不好 嗯 给 乖 来 少奶奶 媛媛来了 媛媛 媛媛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再来吗 没关系 我只是小伤 不用休息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玩 媛媛 你有娃娃吗 要不过几天我送你一个 就当感谢你救了如瓶 我爸爸会买很多玩具哦 还有外国各种拔银河 我有好几个 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你 反正我爸爸还会买给我 不用了 我什么都不缺 谢谢 如瓶 美风 如瓶 爸爸 我的宝贝 怎么样 没事吧 嗯 来 让爸爸看看 我这 我这一回家就听说你们出事了 也没人跟我说一声 已经没事了 就是伟文受了点伤 但她现在也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真是吓死我了 你们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乖 是贤 这件事 我妈她很生气 她想让我和如瓶 去美国住一段时间 我妈认为 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比较好 所以我决定和如瓶去美国住几年 这怎么行呢 美方 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娘儿俩 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呢 美方 美方 前阵子不是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当时脑子是乱的 我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静一静 这次续完厦门 我也都想明白了 你和伟文是青梅竹马 你也需要一个倾诉对象 我可以理解 当时怪我把话说中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怪你了 不光是我 我爸妈也不会再怪你了 真的是我昏了头 我错了 我跟你赔礼道歉 你就原谅我吗 那边还有人呢 那边 这孩子是 这是圆圆姐姐 我的庸人 如瓶 别胡说 那是爷爷给你请来的玩伴 我的庸人吗 妈妈你有庸人 奶奶有庸人 外婆也有 我也要 我也要我自己的庸人 你别吵了啊 要是再吵的话 以后就不让爷爷姐姐 来找你玩了 孩子 你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想起来了 我们在厦门见过面的 你跟我说过 你的亲人都在厦门 怎么会跑到福州来了 我家人不在了 所以我来这边做事 是吗 真巧啊 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这孩子 我们真在厦门见过啊 是啊 其实我也见过 在厦门饭店嘛 是吗 怎么这么巧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圆圆 圆圆 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歌舞团里面 圆圆满满的那个圆圆 哎 你们师父巴老师还在吗 啊 还有满满她在什么地方啊 我一直很想见她呢 请你不要问我 这么多问题好吗 是是 我 我问的有点多了 总之呢 你来到我们家 欢迎你 谢谢你帮我照顾如萍 她是我的庸人 怎么说话呢 不听话 来 爸爸带你去玩啊 爸爸给你买了很多的礼物 要不要看看 起爸爸头上 爸爸带你坐飞机喽 圆圆 如萍就是这样 她很任性 你别生气啊 妈妈 肯定会有爸爸的消息的 这里有这么多商船 这里有很多的商船 肯定会有人知道爸爸的下落 我们慢慢问 一定会有结果的 妈妈 你天天来这里等 也要注意身体哦 只要爸爸回来 看到你这么有精神 他才会高兴 好 妈妈知道了 妈妈呀 会注意身体的 快 快过来 爸爸把风只抱起来喽 给我给我 来 快过来 风只 风只 真好啊 风只 飞呀 飞 飞呀 飞呀 好 主婷 快过来 爸爸 快点 快点 爸爸真的完全忘了忘了 妈妈这些年来 为了把我和小姐养大 吃了那么多苦 但是爸爸呢 爸爸什么也不管 如凭小姐都五岁了 这样说来 爸爸离开以后 不到一年就另外结婚了 那么短的时间内 爸爸就这样把我们抛弃了 还好妈妈已经过世了 不知道这个事实 妈妈 爸爸的家已经是别人的家 不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白来这一趟了 飞呀 interesante 走吧 喔 呵呵呵 哈哈 好 你 或者 说 不 我 你看 噢 啊 啥 哼 哎 姐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以后不去郑家了 我不干了 啊 那就不能赚钱了 我不用非得去他们家赚钱 我可以在这里帮杨师傅做事 慢慢赚回安平的钱 姐姐 我 我们不是要去找爸爸吗 为什么要回安平啊 你不用问这么多 我们赚过路费就回去 原来你们住这儿啊 哎 钢琴叔叔 满满 你好 怎么样 现在还练琪吗 我 进房间去 哎呀 我要跟叔叔说话 像你进去 你就进去 哎 圆圆 快点 给我进去 救少爷 你要干什么呀 哦 我想跟满满说两句话 啊 圆圆怎么了 她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 你不是有自己的孩子吗 干嘛还来缠别人家的孩子 啊 我 你呀 走吧 孩子们不愿意理你 你就别勉强他们了 不是每个人见到有钱人 都要巴结的 啊 一定是我的孩子太任性了 让圆圆生气 我回头一定去好好说说她 你也帮我劝劝圆圆 让她不要生气了 我随时欢迎圆圆和满满 来我们家玩 哼 你想让他们去你家玩 他们可不一定想去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你干嘛呀 为什么不让我跟钢琴叔叔说话 你忘记了吗 他就是那个在厦门的大饭店门口 被我们一起趴钱包的那个叔叔 啊 就是他呀 都怪我 你再跟他说话 不怕被他认出来吗 要是他知道你做过爬手 不会看不起你吗 小军啊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伤小杰的心呢 我又不是自愿做爬手的 我又不是自愿做爬手的 男子汉光知道哭 没出息 小军啊 我看那位郑少爷很有诚意 也很客气 应该不是坏人的 刚琴叔叔也心正啊 哦 他刚好心正 不过和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军啊 你今天只去了一个上午 很多事情都还看不清楚 我看你今天先休息休息 明天再去一趟 多待几天再说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不想看见他们 这世上有许多大人的事 将来你都会不想看懒得看 可是现在你还小啊 还不能太快做判断 我想你妈妈和你外婆 保佑你们一路来到福州 一定是希望你们能幸福 如果你就这么放弃了 你妈妈和外婆的在天之灵 也会失望的 是吧 不管怎么说 至少你得待到把头巾绣好 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再说吧 好吗 好吗 伟文 小心点啊 美方 没事吧 没事 你是要喝水吗 要喝水怎么不叫护士呢 来 小心 慢点 躺下 来 美方 如瓶还好吗 她已经没事了 就是受了点惊吓 我听家里人说 是你不顾一切 冲进火场里救了我的 谢谢你啊 维文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我为了你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这个士贤根本做不到 维文 维文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激 可毕竟我和士贤是夫妻 你不应该有非分之想的 而且我们俩也不可能有将来 没关系 我只要能在你的身边默默守护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维文 维文 有一件事我一定要问你 拆房的火是你放的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会处理小军 我以为你只是把他抓走 送到远远的地方去 可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想要害死那个孩子 维文 你不觉得你这样太狠了吗 他只是个孩子 他是无辜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知道 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难道我还能在乎别人的性命吗 天哪 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太恨我自己了 我根本就不想做一个杀死孩子的凶手 你明不明白 这 美方 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命令是我下的 火是李永芳的 可我并不想用这种手段 何况是小军冒着生命危险 你把这屁救出来的 美方 做人不能心太软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这点你要清楚 先生 你找谁啊 老李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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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听您说 小军就如平 难道圆圆就是少爷失踪了多年的那个女儿小军吗 老李 老李 你都听见了 少奶奶 您怎么能这么做呢 您怎么能让少爷和女儿相见却不能相认呢 我我赶紧回去告诉老爷这是好事啊 这是好事 你给我站住 你敢说出去半个字 我就让李永坐牢 这 主人的事下人少插嘴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说出去半个字 我就告诉警察 火是李永放的 而且还差点害死了美方和如平 我倒想看看你的独生子 要坐多久的牢 可能等到你归西了 他还没有放出来呢 老李 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说出去 只要你能保守秘密 我愿意给李永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你不是希望他早点成家立业吗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少奶奶 我怎么能不说出真相啊 少爷苦苦寻找着这两个孩子 那 那是郑家的香火呀 郑家有如平就够了 他 老李 算我求你了 好吗 你别挑戴 他想做一个忠诚的仆人 宁愿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 老李啊 像你这种年纪 应该孙子都有了吧 很多人曾孙都有了 可你呢 你只有李永这么一个儿子 他如果死了 你百年之后 谁为你捧斗 谁为你祭拜啊 你为了郑家 连亲生儿子都不要 那可真是郑家的福气 从哪儿找到的这么好的仆人呢 好 我 我不说 我 我不说 老李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亏待李永的 但是这件事 你就当一个字都没有听见 一个字都没有听见 一个字都没有听见 爷爷 你上好了 可以跑来跑去啦 来 帮爷爷喂鱼 别太多了啊 爷爷这些鱼好黑药 是不是喝墨水长大的 当然不是了 这是风水鱼 把它们照顾好啊 我们全家人都会平平安安的 当然啦 你这次平安无事 跟这些鱼没关系 那是圆圆姐姐救呢 所以你看了圆圆姐姐是要好好谢谢她 知道吗 可是圆圆姐姐这几天都没来 为什么 不知道 爸 回来了 嗯 回味的伤子没了 已经没有大碍了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哦 乳萍 你已经玩了一整天了 妈妈陪你去练字好不好 我不要写字 我不要 乳萍乖 去写一篇满满的字啊 送给爷爷当礼物好不好 好不好 乳萍 快 走走走 去练字了啊 走 走了 来历 老爷 陪我走一趟 是 美方 我那条法国领带呢 我来帮您找找看吧 好 你